据时强森跟台湾的缘分越来越深 除了曾经到访台湾宣传之外 近日更和我们周杰伦的老婆昆凌和拍电影《摩天楼》 难怪她有新片《毁灭大作战》将在台上映 第一时间会大放的在IG向我们喊话 继电影《加州大地震》《地心冒险2》《神秘岛》之后 据时强森第三度与导演布莱德派顿联手拍摄动作冒险电影《毁灭大作战》 并推出第一支预告 而且她还不忘记在她的IG向台湾观众喊话 告诉大家这部电影有巨大的猛兽与大型动作场面 相约大家明年见 《毁灭大作战》 叙述不擅长与人类亲近的灵肠类动物学家戴维斯奥克耶 据时强森氏 经常与一头名为乔治的营被大猩猩形引不离 乔治从二岁以后就一直由戴维斯照顾 性格温逊的她智商极高 并且与戴维斯之间彼此信任 但是却在一次意外中 乔治接触到不明生化液体 让这头大猩猩突变成为身形巨大的狂暴野兽 或不担心的是 很快就发现有其他类似的大型变种生物在北美各地肆虐 所经之处只剩断缘残壁 戴维斯必须设法在军方击毙乔治之前找到解药 他不只身负终止这场灾难的责任 也要拯救那头曾经是他朋友的失控巨兽 毁灭大作战 预告如下